非盈利组织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最新的一份报告指出 中共当局正在西北部的新疆 收集12岁至65岁 共数百万人的DNA样本 指纹 红膜 血型 据CNN报道 新疆是中国除了西藏之外 汉人将对少数的地区 长期以来受到当局严密的监控 今年4月 中共政府禁止新疆一千万穆斯林蓄湖 带面纱 紧接着要求新疆人交出护照 并强制在自小课车上加装GPS追踪器 新疆政府网站的文件显示 采集居民生物特征的方案 其目标是为了准确的计算新疆人口 并将这些资讯加进户籍资料里 人权观察的报告强调 该政策虽有一部分是要改善医疗服务 但DNA和写情数据却提供给警方分析 人权观察中共部门主任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强制采集居民的生物数据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准则 中共公安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政府则没有回应这项争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